因为另外一场战争是罢免战 那昨天霸凉失败了 那接下来我想你问问亮哥怎么看 这一局蓝绿两边的利弊得失 这个非常明显就是蓝白盒的票数 因为他投票率只有50.44 结果投出来的票数将近侯友宜的票数 所以你就知道 坦白讲投的结果是蛮不错的 这个就是蓝白盒 那国民党在很多地方是必胜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趋势了吗 如果到明年的比如说要推大罢免 我随便举例啦 吴思耀你怕不怕 吴思耀你只拿到47% 吴佩逸怎么办 吴佩逸只拿到42% 那我跟你讲 如果蓝白盒这两个就都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民进党他在 他会感到忧虑 说而且他自己的票六万九千多 也没有到七万七 对 没有达标嘛 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氛围 那这个就考验 这个会期双边饥恨的程度 那我是不乐观 可是我认为 立委罢免的变数是美国啦 因为美国新的总统1月20号上台 他一定不乐见台湾天下大乱 因为你不要以为只有民进党要发动 国民党一定 要反杀 一定反杀嘛 那双方都各列了20个嘛 那至少 双方最后被罢免的一定都超过五六个啊 那这个立法院就一路再乱啊 乱到明年六月 那我觉得 我觉得川普当选的机率越来越高啊 他一定非常火大 说你干嘛 我就已经够忙了 你还来还来防我 而且这个完全是内斗嘛 没有什么正当性可言的啦 就是互相残杀 就这样嘛 那可是 我觉得让这种声音出来也好啦 那吴思尧就就狩猎一点 因为吴思尧首当其冲啊 谁叫你要当干市长 所以你必然累积最多的仇恨值 所以我认为如果罢免真的被推动 那明年2月1号之后 我敢说吴思尧就是列第一个 这个汉廷跟施刚要好好合作 必死无疑啦 我认为必死无疑 那在这种风潮之下 吴佩义一定挂的啦 因为他的选票更脆弱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坦白说啦 这个国民民进党要去板倒 盐框衡都有一定的难度 那至于罗廷伟 我就觉得他是白紧张 罗廷伟赢7.2% 你到底在紧张什么啊 对不对 人家廖伟祥都比你危险 对不对 可是我认为在这种味道 这种风潮之下 这个卢妈一定会出来护盘 有啊这是针对他的卢系子弟病 对对我认为不会过 那反而民进党会掉几个 好谢亮哥 那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一题好不好 今天的线上投票 还没有投的朋友 赶快加入我们投票投起来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这个 对线上投票目前进行了一个小时 已经超过7200人投票了 罢免站谢国良守住基隆了 你觉得明年大罢免潮会如何 最多人选择的是第二个选项 62%人认为 盛防律奥波会斗到底 23%人觉得蓝营会反杀 成为国会实质最大党 15%人觉得蓝白和安啦 那我这边请教汉庭 汉庭其实昨天也一起 看开票嘛 也在这个周末报告的现场 对那 也是请教汉庭 对明年大罢免潮 我觉得势在必行啦 民党不会因为说这个罢粮失败 就缩回去了啦 那你觉得呢 因为我们最多的观众超过六成 觉得民党会出奥波 一样会占到底 当然会占到底 看到很多的这个所谓公正人士 或讲说还有一点期待的 会说你看这个民进党输了 赖清德你就要学会谦卑啊 反省啊和解啊 怎么可能还对赖清德 有这种幻想呢 不要做梦 民进党肯定是死占到底 对那占到底会不会战术战略 有所调整 当然会了 主要就是比如说本来呢 预设干掉谢国良之后 明年呢就可以烽火变全台啊 比如说一口气点名十个 但现在发现哎呀 这个谢国良打不下来啊 那么顶多就在战术上有一些调整 那因为民进党自己也会检讨 比如说那是不是人选设定错误啊 议题设定错误啊 这一次呢民进党要帮不帮 要动员不动员错误啦 那么明年呢就改掉这些就好了 所以呢就针对 不要一口气针对什么 十个国民党立委 就专心挑那个比较好打的三五个 或者挑可能人品上有问题的 也不是那么干干净净的 就挑这种来做对付 而且呢就要改变策略 就变成是全部的党政军媒 合一集中来打这个立委 那相对来说就会等于是吸取这一次的教训 而且对赖清德而言呢就是 谢国良这一仗没有打下来 凭什么要他负责呢 对了赖清德这个又不是我搞的 这个本来战场设定就不是我设定的战场 对吧这是林又昌 然后甚至是在我当上党主席之前 就发动的事情 而且呢整个过程 我赖清德又没参与 所以我为什么要负责呢 我就一点都不觉得是我的错啊 反而正因为我没参与 所以才不是我的错 那但未来民进党要罢免国民党的立委的话 那下面这一战是由赖清德自己来做指挥 党主席亲自作证的话 那赖清德干嘛 肯定是战到底啊 所以才不会因为谢国良没罢免成功 民进党呢就掩齐席鼓 算了算了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 才不会 因为赖清德会觉得说 这个打输啊那是林又昌的事情 那不是我的事啊 我又没出手 那只要我出手肯定是打得更凶跟更厉害 依照赖清德的个性肯定如此 所以明年呢 当然绿的就会点名可能三五个蓝的 那蓝的呢也会反制 就至少两个 那么假设真的罢免顺利成功的话 那么还会要进行补选 对 所以哇 你看我们2024选举 2025年选举 2026年又选举 烦死了 你看民主啊 这是伟大的民主啊 民进党执政下 民主就是可贵 了不起 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罢免完之后啊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你看我们罢免一场就要花三千万 在基隆市场的这个选举当中 明年再这样搞下去啊 就是劳民伤财 但是呢这些话啊 就是暂时都不能够讲得这么大声 为什么呢 因为或者我们现在讲说 只要罢不成功啊 那就要这个反对方或发起方啊 就要来出钱 这个呢我倒觉得暂时大可不必 因为我们也无法预料得到 明年是不是我们所发起的 任何一方罢免 也都能够顺利的完成 这不得而知 而且甚至呢 就对于国民党的立委来讲 那他们会不会在这个会期 跟民众党谈好 就把这所谓选霸法门槛给修掉 就是明年算了大家都别玩了 对吧 这个蓝的也修息 绿的也修息 被点名的也害怕 那没被点名的呢 也觉得麻烦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会期当中 就把这个门槛给调高 那甚至民众党 他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觉得如果明年再让你们 继续罢免下去的话 那民众党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因为他就永远只能够反对民进党 在当前的氛围之下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会期 把法律给调高 门槛调高 因为当初门槛调高 我们昨天说了 本来是因为一些地方里长的因素 跟什么基隆罢免 没关联 那会不会因此调高 所以导致明年也没得头 这个一切都在未知之数 那只能说 如果真的要罢的话 那我们就全力来战 只不过呢 因为在地方上 我们也都是搜集到非常多的意见 都是说只要呢 确定OK 然后呢 法律程序OK 时间一到 那我们马上能启动 就能启动 不过不管呢 这个 因为其实还是要靠 最大的组织力 组织力跟动员能力 光靠什么公民团体 确实是不行 而且呢 现阶段也不太需要什么假公民团体 对不对 你看昨天出来的那些所谓公民团体 看得也很可笑啊 你出来那还不如这个继续请曹星成出来 更加好笑 对吧 就请沈柏阳出来 更加好笑 你干嘛这样两个 今天被列为黑名单 对啊 今天又被列为黑名单 所以才更应该要出来啊 那应该他们会受到 热烈的 热烈的欢迎 而且啊 你看曹星成不是讲说 谢国良 继续当选的话 然后他就会这个迎接解放军登陆吗 军演都来了 解放军怎么还不登陆啊 谢国良都担任两年了 怎么解放军还不登陆啊 谢国良在干什么东西 当然是曹星成就胡说八道 所以放任这种人胡说八道 就会越来越增加大家的厌虑感 我从小到大 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A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藻直萃 这有蓝光神对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 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 含黄金海藻酱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 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 它不含香料 所以擦起来清爽 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 我诚挚地推荐给您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我叫你 我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